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目前已经重现苏共解体前兆 究竟目前的中国与当年解体前的苏联有哪些相似之处 那么纽约时报的分析专家又是怎么看待 继续是我们的深入报道 共产政权五代受终吗 5月25号纽约时报登出一篇 前进中的中国真的是脚踏实地吗文章 其中作者比较了前苏联解体前的社会状态 和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 作者提出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情况 难道就是共产政权结束前的时刻吗 作者还引述美国企业研究所的Leon Aaron 在去年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 说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经济的衰弱 尽管那时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因为阿富汗战争 尽管那是一个负担 Aaron指出 事实上苏联解体是因为它的道德和文化的衰败 文章说大多大陆民众和著名人士认为 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道德普遍下滑之中 甚至连总理温家宝都说 中国社会和政治正遭受腐败侵蚀 缺乏可信度 而原苏联总理尼古拉·仍日科夫 对当年的社会也直言不畏地说 我们偷自己的东西 收贿受贿 在报告中 报纸上 讲坛上撒谎 我们沉溺在谎言中 互相给对方发奖牌 所有这一切 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的发生着 文章还指出 前苏联解体共产统治的领导人是第五代 目前中共正处于第五代领导人换届前夕 同时 当前中国的经济疲弱 道德下滑 对中国构成了问题 旅居荷兰的时政评论人士莉莉 向新唐人表示 按照目前大陆政经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势发展下去 未来将和苏联一样走向崩溃 苏联共产帝国 直到崩溃前一刻 人们一直都没有预料到 还以为它会长期稳定 承载下去 但是所有的专制帝国的崩溃 都是重复这样的故事 在没有崩溃前 看起来总是强大无比 威风八面 有无数的奴才效忠 做帮凶 钻淫实力 而一旦大杀将倾 则树倒胡顺散 强倒众人推 因为这种政权基础是谎言和暴力 人们心中早就明白 一切都是假的 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顺从暴政 它早就丧失了 继续存在的道德基础 因此其崩溃也是必然的 虽然核实崩溃是一个偶然的 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 习近平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证据表明 习近平将成为像戈尔巴乔夫 一样的改革者 新唐人电视长春采访报导 您还必须悠着 功能